一技系列怪物 其他怪物是完全不同的 在游戏中我们面对的人类 秋秋人与深渊敌人 遵循一定的社会性进行活动 自然生物与元素生物 遵循生态环境分布活动 而一技机器是坎尔亚的人 设计制造的自动工具 同样是一技怪物 又因不同的设计目的 和细分的功能差异 或者不同的形态 打比方说 一技首位与一技重机的关系上 我们可以认为 他们在设定上的设计根源 都是人型的泛用战争机器 在满足这个设计基本点的情况下 而产生了形式的区分 而形态差异较大的 我们可以认为是拥有不同的设计目的 假设我们以兵种为例的话 一技首位这种形式的战斗单位 比较接近于陆军 需要满足推进战略的指 那么一技列者就更加接近于列兵了 当初在设定一技系列的敌人时 我们确定过两个IP层面的设定点 一技机器必须满足其中之一 其一是功能主义 功能决定形式 其二则是仿生 一技系列怪物的战斗 美术设计和动画表现 也是基本围绕着这两个设定点展开的 功能主义这一点 在一技巨蛇的创作中有集中的体现 根据IP设定 一技巨蛇是凯瑞亚作为地下的王国 为了土建 开拓隧道而设计出来的工程机械 从挖矿这一功能出发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种挖掘机和钻地机 在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后 最终我们把方向确定在了 轮尸挖掘机 钻头 还有泥地这几个关阵的元素上 并且绘制出了第一版的脑洞草图 动画还有3D环节的制作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会在动画上比如说做一些区别 在和动画绑定同学的对接过程中 大家预判到这种坚硬材质的大型怪在运动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模型变形和拉伸的情况 这是我们不希望玩家看到的 因此我们有讨论出了第二版 切分开身体部件的方案 在理态上也更加接近蚯蚓这种会钻地的生物 在此基础上我们从实际的功能角度又丰富了很多的细节 比如巨蛇胸腔部位镂空处透露出来的巨大齿轮 其实是它的能量来源 背上坚硬的背鳍 既可以方便巨蛇在地表游动时离开坚硬的土地 也可以让它在地下钻地时通过左右转动来控制前进的朝向 它尾部的巨大转头 褪可用于转动挖掘 尽可设计为攻击手段 同样的 一级龙兽作为一级系列的怪物之一 它的身体也一并继承了由零件拼撞而成的反身形态 当大家看到一级龙兽外观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惊讶 为什么它没有手呢 其实我们在设计龙兽的时候 手要的出发点一样是以实用为主的 我们在找参考图的时候 其实也找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甚至还画过一些比较老洞打开的草图 比如说将手脚变成摩托的车轮 但由于滑轮的移动形式是比较难以适应大世界的地形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八王龙、翼龙 这样的史前巨兽作为一级龙兽的反身理派 这样也比较符合一级怪的古老感 然而在画老洞的时候 我们发现八王龙的爪子实在是太小了 就很难具备一个功能性 所以我们干脆把这部分的设计给砍掉 转而强掉翅膀 当翅膀完全张开时 整体的造型会有一种巨型爪的感觉 给玩家带来压迫感 同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找了一些龙具作为原型参考 就比方说像一级龙兽的尾部 它的一个大齿轮其实就是参考的播种机 在大型一级怪物的制作上 摆在我们面前是三个难题 一是庞大的体型 加上简单的几何形体设计 会让模型看起来过于单薄粗糙 所以我们运用了更多的倒角结构和凹凸层次 增加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切割 来打破重复和单一的感觉 在贴图上也着重刻画了金属 延时、树木和青苔 或是磨损或是腐败的质感 突出一级系列独有的 古老、粗广、笨重的感觉 二是机械结构的合理性 一级巨蛇的齿轮钻头 一级龙兽身上折叠、伸缩、旋转的动态结构 在3D制作过程中 不仅需要考虑如何保证造型 还要兼顾机械原理 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去纠正和协调 否则会导致后期动画制作时的各种穿帮和匹配问题 三是环境的影响 尤其在一级巨蛇的制作中 沉沿巨渊环境的特殊性 导致地底的光照和环境对怪物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最后的连条阶段也非常耗时 贴图的亮度颜色、自发光的强弱等等 都需要配合环境特效 进一步调整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看到一级龙兽的原画时 我们第一感觉是新鲜感 龙的形态和一级系列特有的厚重感 有种天然的契合 在3D制作上 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富有张力的造型和动态 带给玩家不一样的体验 除了功能决定形式以外 一级系列的另一个设定点是仿生 也就是在结构与行为上像是生物 凯云亚在设定上是在地底的国度 从生态的多样性而言 相对于地表自然是匮乏的 因此凯云亚的几个机械设计师当中 有人对仿生性有了相当的支持 简单来说就是想要通过人的智慧 在地下造出机械的生态圈 一级鸡兵系列在设定上 就是不曾见过地表生命形态的人 基于自己想象中的仿生 而创造出的战争机械 一级怪的整体设计 都是遵循反生原子的 在设计时 除了需要考虑机械结构以外 也会考虑其原型动物的生态表现 通过兼机械与生物的组合 我们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创意方案 比如遗迹理胜机关 其大部分的结构就是由 两个三角片部件组成的 通过这种类似于拼装积木的方式 结合不同的生物形态 最终以简单的基本型 搭建出了四种差异较大的有趣方案 这批遗迹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需求 需要用尽量短的时间 动用较少的制作资源 去做一批全新的怪物 并且在设计质量和整体完成表现上 不能有任何的含糊 以求给到玩家一种更加新颖的感受 这无疑 对于我们整个怪物开发团队而言 都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制作团队先是进行了高频的会议沟通 最终 从众多参考提案中寻找到了初步的灵感 用简单的几合体来拼装出多种不同的造型 我们先是尝试了不同几合体的拼装效果 发现方形拼出来的容易与已有的无相系列类似 等边三角形又难以拼出比较规整可动的造型 这期间还借用了3D大佬家中宝宝的积木玩具 做了一些拼装的尝试 最终定下来 以等腰三角形为基础形状进行拼接 这柱3D软件的预言效果辅助 我们确定了四种立身机关以及恒长机关阵列的造型 同时也设计出了术实版的花纹方案 并最终从里面选择出看上去进步花哨 细节又足够丰富 并且符合一记系列设计语言的理想方案 一记怪物的形态出具出形后 在让它们动起来的过程中 同时需要兼顾机械感和仿生的统一 一记巨蛇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例子 一个具有巨蛇形态的重型机械 我们要在机械和仿生两种质感当中找到恰当的点 这就需要大量的尝试 为了加速测试的效率 动画TA开发了线段拟合方案 原来需要一节一节骨骼摆出来的造型 现在只需要画一条线 工具会自动将舌类骨骼加以拟合 可以快速修改运动姿态 经过各种方案的对比 最终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机械行为 加少量的生物行为这一比例 机械行为体验在钻头旋转 以头枪地 螺旋升天等动作中 比如有个技能是身体绷直 像棍子一样砸下来 在地面来回滚动 最后头部蹭着地面摊回待机 在滚动过程中 与收招的动作中 都利用了自身齿轮作为支撑发力 这明显是一个机械行为 同时在技能和移动方式里 大家又能发现一些生物特征 舌类的运动规律 可以概括为蜿蜒伸缩 所以在整个机械质感的基调下 加入了盘旋 蜿蜒穿梭等标志性元素 让大家看到它的行为时 能意识到 这是一个具有轻度拟态的蛇性机械 一级龙兽的设计也是一脉相承的 仿生体现在机械和口能的结果 生物行为上则参考了现实中 存在了一些双足动画 在整体的动画设计中 我们希望更多体现 重甲的压迫感 强化全身兵器的感受 所以在技能里 大家可以看到 头、胃、胸口、翅膀等各部位 都有丰富的攻击手 机械感受则是参考的战斗机 比如通过翅膀助推 可以做到直起直落 也可以向前助推翁车 翅膀本身也可以弹射出去 至于空中的远程打击 胸口导弹和翅膀扫射 则是用于体现重甲的火力压制能力 在这些基础之上 又对标之前一级系列的所有怪物 使巨蛇与龙兽最终的呈现 比低级的凯尔亚机甲技术水平高一些 但看起来仍是同个文明的造物 与原神世界中 各种能驱动七大元素的怪物不同 一级系列怪物通常都不带有元素属性 而是使用各种古老的科技武器进行战斗 从美术层面 我们希望这些特效表现 不同于我们现实中的各种武器 而是在符合物理规律的同时 能够保持幻想世界中分格化的质感 驾驶巨大笨重的机甲 从小就是男生们的梦想 在特效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参考了很多作品中的巨大机器人 为一级重机 这里大型的一级机械设计的 可以从眼部或者核心发射的光束技能 同时它们还能够使用各种导弹和火炮 加上可以伸长的手臂随时准备 它允许战斗设计师全程实时的 控制导弹的飞行轨迹 引导导弹在夸张的转向后命中目标 在性能优化上 我们又一次深度改造了 惹头龙王使用的系统 将这套导弹系统的性能消耗 降低到了普通导弹的1% 使得各种弹幕技能可以流畅的运行 面对这些新技术加持的战斗机器 旅行者们可要小心了 一级系列怪物诞生之初 承载的是让精准打击能力 能够获得高收益的目的 也就是以弓箭作为武器的角色 在对抗上会比较占优 但因为弓箭的精确瞄准 在移动设备以及手柄上 会不那么友好 考虑到全平台玩家整体的战斗体验 在后续的系列怪物设计中 我们开始逐渐弱化这一点 转而更为强调打击弱点的时机 和触发弱点的手段 在最初的一技守卫上 弱点是一个常量的状态 玩家可以随时攻击 为了平衡难度和鼓励技巧的进阶 我们还做了弱点被击中一段时间后 或进入被保护的状态 以及快速的连续命中弱点 可以直接瘫痪的设计 一技猎者在设计上 则强调了对抗策略上的选择 是选择无弱点状态的近战模式 还是通过拉远距离 而诱使其变形 成为攻击更为猛烈 但同时也会被击坠的空中模式 玩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队伍配置 和操作习惯来自行决定 一技重击和一技侦察者 这一批一技鸡兵 则是在打击弱点的时间上 做了一些进阶的设计 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点 对应的弱点才会激活 动作性层面上提出了更高一些的要求 一技肉机在攻击时 会激活对应部位的弱点 因为其同时也是在为对应部位进行冲动 所以只有在技能的前后摇的时候 对应的弱点才能被攻击 而一技鸡兵本身对于核心有较好的保护 但会在释放核心产生的能量 作为攻击手段而变形的时候 暴握 而恒长机关阵列 为了更突出其能够分裂出一技鸡兵的特点 我们将弱点与战斗流程结合 在分裂阶段 被选中的特殊一技鸡充当了恒长机关阵列的弱点 当被击败后 恒长机关阵列自身核心的防护也难以维系 进入了瘫痪状态 在一技鸡蛇身上 我们想做的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将层岩巨淹地块的主题机制 与击破弱点这件事情关联起来 从而带来一些更新鲜的体验 最终落地呈现的结果就是 玩家需要在其释放特定技能的时候 利用流民时触媒的除光帐号 来摧毁淤泥游口 与元素相结合 也是我们希望在一技系列怪物身上尝试的东西 作为初次试水的一技龙蛇 我们选择了处理成多选题 玩家可以通过战前更多元素的配对 来对抗其元素抗性机制 也可以使用更为熟悉的通用解法 弱点打击来应对 我们希望无论从形象还是机制上 玩家对一技怪物都能有一个连贯的认知 学习如何与战斗的难度提升是相对平缓的 在见到一个新的一技怪物的时候 从造型和行为上对对抗方式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哪怕没有新机制的教学也不至于是束手无策的 而这一点也会需要美术设计和动画表现的支持 由于一技系列怪物独特的弱点机制 我们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外形的美观性以外 也需要在视觉上引导玩家能够在战斗中识别出弱点 这需要我们在弱点做了足够显眼并且融入到设计里 在一技巨石设计中我们把躯干处的核心设置为弱点 方便玩家进行反制 并从实际运作的功能角度出发 在核心外围加上成叠的齿轮 将其包装成一技巨石的能量核心 玩家可以像打独眼小宝一样 通过攻击弱点的方式让一技巨石扛发 而一技龙兽有地面和空中两种形态 我们也需要分别考虑这两种形态下 玩家对弱点的感知度 为此我们原用了独眼小宝头部的黑热十字结构 以及高亮度的发光核心来强调头部和翅膀部分的弱点 以此让玩家更直观地识别当前需要攻击的目标 比如在一技龙兽飞行状态下 玩家就可以清楚地识别翅膀前端的弱点 从而将其击落 它难点其实就是它与地面交互的这种质感 而这种不停地跟这种杀裂地面的它这种反馈 这种重型机器跟这种重量感是非常难表现的 在技能的制作中 动作质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机械不同于生物 运动没有肌肉的牵引 所以不会出现有充足的预备动作 这直接导致了力量感更难以体现 此外 钻地的阻力感 大质量物体的惯性 力量的衰减 具体受到冲击 遭受的短路瘫痪 机械停止运转 只受重力影响现在砸下地面等等 这些情况都需要动画师精心处理 才能提高可信度 让玩家观感不出戏 可以看到 在大的质感下 一技怪物身上每一块细小的结构也会单独运动 它们各自的运动所产生的挤压 碰撞 带动和牵引 都需要细心打抹 这些细微的运动单独拿出来 玩家可能不会注意到 但做与不做是绝对能体会出差别的 哪怕不吃动画师 偶尔也能感受出来 说白了这一切 都是原模设计者们为了让原神玩家 获得更好的战斗体验做出来的努力 未来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玩家们的反馈 发现更多有趣的内容 希望让大家在体验新奇的战斗形式的同时 也能欣赏怪物们华丽的演出 并最终带着掉落的材料满在而归 我想 这就是属于原模们的单向奔赴吧 散 바�点 演出来 performing 验表 感觉 妆